从华航诺富特事件 宜兰游艺场以及卢州等等群聚案件 北台湾可以说是整个大沦陷了 今天指挥中心又更进一步 公布更详细的确诊足迹地图 其中案1203的司主会前会长 目前他一个人就已经传给19个人了 5月12日是宣布感染了5男5女 5月13日则是宣布感染了7男2女 年龄层是介于30岁到80多岁 而指挥中心详细回溯他的足迹 新北市的新庄三重以及卢州 这三区是他最主要的活动地点 不管是聚餐 参加婚宴 还是理发按摩用餐 几乎都在这些地方 其实案1203也去过林口Outlet 国富纪念馆观看音乐演奏会 及龙巴斗子新竹城皇庙等地 也因为案1203的接触者相当多 其实他还去过万华的茶艺馆 停留好一段时间没有戴口罩 因为环境复杂 隐藏销户的感染风险 也演变成了多名茶艺馆女性 也都确诊染疫了 这些相关的接触者 根据指挥中心的足迹地图发现了 狮子会和茶艺馆的群聚互有关系 如果是以县市别来看的话 北从基隆 中心北苗栗南投台中彰化 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和高雄 这些县市都有相关疫调还在进行中 但其实足迹扩散出去之后 也代表感染风险真的已经遍布全台各地了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做好做防疫措施 戴好口罩请洗手 一起唯独疫情